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分析一下2021年第2季 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或者簡稱Amix 它的業績究竟是否帥氣 美國運通和Visa Mastercard有少少的不同 Visa Mastercard雖然在尺寸上是比它大 但是主要是跟銀行或零售百貨企業合作 他們賺取手續費 其他合作公司賺取利息收入和息差 但是美國運通兩邊都低了 雖然按比重來說仍然偏重於收手續費 這個利息收入你可以說是幫補 兩三成左右佔它整個收入 在這個第2季比較在上年同期 它的利息剔除了利息的開支 以及匯率的波動就上升31% 如果你分佈的話 Consumer零售方面 上升28% 佔它六成的收入 至於商業方面 上升35% 佔它的收入三成 最後 Merchant Network 上升47% 佔它整個收入的比重大約 一成左右 為什麼Commercial Merchant那邊可以升得多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上年同期 在lockdown的情況之下 首當其中 重創得最厲害的 就是商業和 Network各方面的客戶 你再去細節看 Network Volume 就上升46% 如果比起PCOVID 仍然都是下跌2% 在Goods and Services 那方面 它 比較起 上年同期 升31% 比較起 PCOVID 都有 16% 增長 更有趣的 就是 因為 Online經濟的 緣故 所以 如果說 Online購物的話 比較起上年同期 就上升21% 比較起PCOVID 更加 現在是升38% 升38% 至於 Offline的購物 因為上年 封閉 今年 reopen多了 以至到 它的上升幅度 比較起上年同期 就有48% 的上升 不過 比較起PCOVID 當然 就是 發線可塵 沒有起跌 沒有起跌已經很厲害了 最重創的 這個Business 當然就是 Travel 以及Entertainment 你呢 就迫在家 沒事做 玩不到 的時候 比較起上年同期 很帥 有340%的上升 不過 對比起PCOVID 仍然 是 損失42% 這個也解釋到 為什麼呢 計完一輪數 好像 比較PCOVID 為什麼還跌2% 因為 Travel Entertainment 扯後腿 美國方面 Travel 下跌 相對來說 不算多 PCOVID 都是跌12% International 仍然 跌53% 不過 零售方面 就是這樣 如果 Commercial 美國 都是下跌37% 至於International 也有 57% 下跌 商業方面的 客戶 究竟 會不會真的 可以回到 回家呢 現在 很多 公開 各方面都習慣了 Zoom 算 鬼數 但是我認識 也有朋友 都繼續 要旅行 不過 數量上 還有 時日上 真的 少很多 以前 不是我 有些朋友都會覺得 有得旅行 很開心 當然 不是叫你經常 旅行 尤其是去一些正的地方 包賣你 伙食 各方面 但是自從你 譬如有些人 有了家室 又或者 負責太多 再加上現在 有COVID 真是 可面 側面 PCL 撇帳 方面 上年 當然大撇帳 這間 加銀行 也是 今年 每個都 有 Wide Up 因為 US Gap 可以 Wide Up IFRS 國際會計制度 比較麻煩 計到 死呀死呀 都可能 未必 被Wide Up Anyway American Express 都不例外 都有一定程度 Wide Up 以至 即使 Expense 上升44% 最主要 它有一定的新增客戶 今季都有 2.4 M的新卡 出來了 就算是 這樣也好 當你有新卡 當然你要有 送的積分 當別人來 去錄卡洗錢 你又有 Engagement 或者 Reward的 鋪跪 各方面 所以 令到 Expense 爆升44% 怎麽算都好 因為 撇賬 和Webview 都是強勁 於是 Earning Per Share 就由 2.9 上年 升到 今年 2.8 爆升 9倍 最多 今年的 outlook 估計 如果經濟 不是很熱 平平無期的話 Earning Per Share 都有7.5 如果火熱 消費有強勁的話 就有8.75 1.5 相對於 19.5 市盈率 至23倍 市盈率 左右 水位 另外 有些數據 就是 Long Portfolio 比較 上年同期 輕微上升4% 比較 Beeco 當然 仍然 損失 低了11% 以至 Long Income 比較上年同期 輕微下跌 4% Long Portfolio 的下跌 對比起第一季 其實都有所上升 變相 第一季 是過去3-4年左右 最低的水位 為什麼是第一季呢 這個又要講回美國 最主要就是派錢的行動 在第一季的時候 根據一些其他地方的調查 說到 美國人 將他的錢 如果不是買股票 或者買樓的話 就用來Pay Down他的 Student Loan Pay Down他的 Credit Card Loan 又或者 甚至乎 Mortgage Loan 雖然利息那麼低 他都Pay Down 因為你放在銀行 反正都是沒有錢的 銀行的 Saving Rate 又很高 以至到 有些人 可能都會擔心 究竟 Amex Long Portfolio 會不會升上去 以至 Interest Income 又會賺多一點 估計應該都會的 其中幾個原因 就是因為 當 未來政府 派水計劃 又或者 失業救助的計劃 都會來中止 那些人 需要來自力更生 這個 某程度上 可能 都會影響到 房屋的銷售 以至 Inventory 就會來 上升 不過 暫時 估計 Inventory 都不算 很高 在美國 還是 歷史新低 的情況 於是 不會 令到 價格 有所 減低 可能 只不過是 令到 房屋價格 輕微上升 不會好像 之前 升得那麼 緊要 同一時間 當 減低 那麼高 即使 經濟重啓 那些人 去消費 可能 首當 其衝用 就會是 在 Saving 帳戶 內 的 錢 其次 才會動用 他的 信息卡 當然 信息卡 方便 其實我是不是 都會用的 這是大家 消費習慣 和 宏觀 經濟角度 的 有少少的分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 在 假意 時日 可能 年多 至年半 都會 回復 正常 那麼 就 他的 Yield Interest Yield 利息的 息差 收入 Amax 是 10.6% 比較起 之前 是下跌的 之前 可以說 11 至 11.5% 但是 怎麼算都好 因為 他的 信息卡 利息 本身 是非常之高的 以照 息差 收窄 的幅度 相對於其他銀行 亦都不算大 這也是 Amax 其中一件 非常之成功 以及 賺到更多錢的 一個原因 不過 他的股價 在 現在 173 左右 雖然 這兩天 跌了少少 不是那麼值得 去投資 我覺得 他的 Target Price 大約 是175 至180 左右 建議 大家 保持 或者 等他 下跌到 160 左右 才值得 去投資 今天 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bara Talk